大家都想知道到底跌完了没 好我想全国投资朋友们 我今天给各位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数据 那么台湾的一个进出口的数据 差不多在每个月7号的前后会公布 那我认为就是说是 这6月7号刚刚是礼拜天 那我不晓得会礼拜五公布呢 还是会到8号的礼拜一公布 但是可以确定的就是说 我们5月份的一个进出口一定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4月份的外销订单是YY年减4个percent 那么尤其是在这一段时间 我们新台币太强了 所以说呢 我认为我们这边的5月份的出口啊 在韩国的出口很烂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出口可能也是非常糟糕 这也就是说是回头来看到台北股市的基本面 它本身已经出现了所谓基本面的一个 竞争力的一个问题 那紧接着我们就可以留意到的就是说 那你看我们最近的一个台币就是开始走趋扁的动作 那也就是说连起来就是说 就是说彭总裁看到我们台湾的一个出口的竞争力 尤其是外销接单出口不顺 那么这个地方是不是台币太强 所以说呢使得台币开始要走趋扁的动作 那我想这个就是挽救台湾的竞争力了 那这个部分来看的话呢 它当然就还是基本面的问题 那至于就是说是这个到底是外资为什么要布空单 那就是基本面的问题 所以它才要布空单嘛 那你说它为什么城市交易 那它当然就要杀现货 来让它的期货能够有获利嘛 这一定是这样子的一个道理 但是它的原因跟最重要的基础 是在我们的五月出口开始要公布 这才是最大的利空 这才是最重要影响台股 这一波压回来是最主要的原因 我想这个部分投资朋友们就可以留意到了 就是说至于就是说 我们好像好像要抓兔鹰 这个兔鹰不用抓了啦 我们曾主委以前就讲的 最大的变数不就是外资吗 那外资现在因为九月份 可能美国要升息了 而我们这边的一个产业 整体的竞争力开始下滑 那它到底资金留在台湾干嘛呢 它当然要汇出嘛 它汇出的话 这就是曾主委你之前讲的 最大的变数是外资 那本来就是现在外资就最大的变数 所以说这没什么好抓兔鹰的 这是一个台湾归咎 我们整体基本面的一个竞争力的问题 OK 曾主委请你了解这个问题 谢谢大家